唱片是类比的音乐载体,传达着纯粹而温润的声音 挑选及播放唱片的过程,仿佛一种神圣的仪式,演绎着优雅的节奏 在台大图书馆一楼的数位媒体区,就有一台黑胶唱片机,等待着知音客 不过,图书馆点藏了哪些黑胶唱片呢? 利用馆藏目录的进阶查询,于所有栏位,输入黑胶唱片 查询范围选试听资料,资料类型限定录音资料,可查到1000多笔查询结果 其中第一笔,虽然提到黑胶唱片,但其实是由黑胶唱片复课成CD的版本 第二笔查询结果才真的是黑胶唱片 如果想调出来聆听,请点选进入书目,画面卷轴往下 找到,一架书库调阅服务,提出申请 提醒您,图书馆收到调阅申请后 将先确认唱片状况与清洁,需要作业时间 请在收到取件通知信后,再来柜台办理借用 接着就可利用一楼报到机现场话位 并请管员协助开启唱片机 另外,您是否留意到,光碟及唱片的锁书号前面都有特殊符号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? 答案请见图书馆常问问题,输入黑胶进行查询 谜底揭晓,原来这些前置符号,代表的是资料类型 所以也可利用黑胶唱片的前置符号来查询 与锁书号栏位输入AD,同样限定视听资料及录音资料 就能查到更精准的结果 除了实体的黑胶唱片 本馆还将各界正藏的唱片加以数位化 这些特藏资料不能外界,但可在本馆的数位点藏馆 线上临上哦